大新竹当好协会成立茶会 由学界、医界、竹科等跨领域代表出席 表示对大新竹升格的支持 市长林志坚、立委、柯建民协会理事长 也是扬名交大建筑研究所教授龚书章 一起在大新竹当好旗帜上签名 将会持续为升格直辖式努力 大新竹当好就是要让新竹更好 而且现在新竹正好 但未来希望更好 那我们都期待 藉由更多的一个社会民间的一个参与 让我们大新竹市民县民的声音 能够被全国看见 那让竹竹合并升格这件事情 能够基于国家产业的发展 市民县民生活的福祉 还有我们整个城市区域治理的 这样三大目标之下 能够及早的来促成 那我相信大新竹合并升格为直辖式之后 不仅可以成为竹科 和全世界竞争的最佳后盾 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将大新竹的产业文化 观光教育交通等各项问题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整合 以及更好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 民进党团总召 然后柯建民在致辞的时候表示 包含了新竹台大医院早在年初整并新竹三个分院 还有清大也跟竹教大合并 大新竹升格三大条件 民调城市治理国家需求 从民调来看显示过半的民众都支持 合并也有助于解决新竹喝好水 环境交通问题 大新竹当好协会理事长拱书张教授表示 整个大新竹是一个生活圈 目前面临资源划分的问题 身为新竹的知识分子 建筑规划专业者 此刻站出来义不容辞 这个时间点我认为新竹大概是在台湾 最有资格成为世界 面对世界现在的挑战的最关键的一个城市 它可以结合了科技教育医疗交通 包括休闲文化跟历史跟产业的一个城市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站出来 召集所有的专业分子 知识分子 还包括市民 来为新竹做这样子的倡议 建构一个好的大新竹的计划 甚至于改变了一个新的区域计划 跟城市治理的典范 我认为这对台湾 对新竹 对整个国际社会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大新竹当好协会理事长拱书张教授说到 当好是课语中的很好的意思 大新竹当好不仅是大新竹很好 也希望大新竹更好 因为大新竹值得 开阔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os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过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